- 贏家看趋势,輸家看漲跌,大家好,我是陳鋒 歡迎收看台股戰略家 今天呢,節目一開始好像在台語教學 這也是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說的 貫穿整個節目 關聯來通,賺錢就整碗講 關聯,如果不通,做人就講 個性不改,英文騎馬路歪 個性不改,不用路,賺錢 為什麼我今天會說這個 因為我在市場,聽過太多人 沒下去,要怎樣 我很想賣掉的,蓋上去 我很想賣掉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洗腦,洗什麼 不是說要叫你去做直銷 不是,是要跟你說 政客的,在股市面上行進 各位,正確的觀念喔 要怎樣在台灣的股市上行進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這段度 一直跟大家說 你現在,你如果說台灣的股票 我打不住,我要站的時候 抱歉,他要再噴了 你這個觀念,如果可以改變 你這個想法,如果可以改變 你會怎樣 面路可以嗎 你會怎樣 賺錢,整個碗公 各位,現在不是碗公來接 面堂 面堂來接錢 接什麼 不是接那些10塊 接那些50塊的 接鈔票 五個小朋友 就五個六個 歡迎就一千塊 一千塊來信 用那個面堂來信 這個一千塊 不是還賺那個5% 10% 專注在大盤 專注在趨勢 所以今天大盤在算什麼 我已經跟大家說了 國際 在市有氣嗎 有 股市有穩定嗎 漲美國不是還漲嗎 昨天納斯達克不是在漲嗎 所以加稅 我說沒有這個問題 早就已經歡迎過了 早就反應過了 所以你現在做得 你覺得會怕不免 所以問題來了 大盤今天會發現什麼事情 你也不說 大盤是怎樣 四千幾億 我跟你說 四千多億 離六千 離七千還很遠 到了嗎 沒有 盤崩了嗎 還沒 下禮拜誰要出力 我已經告訴各位了 我已經告訴各位了 所以你看今天四月九號 四千三百六十二億 你會聽到什麼 電視跟你說融資又增加 電視跟你說台基電 紅海他都不會去 你做得到小孩 哇今天高檔量好多喔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都跌停 有股票跌停喔 但是我們戰略家的股票 有跌停喔 沒有 有震盪比較大的嗎 有 等一下跟你說 這個原因是什麼 跌我還給你原因 而且還是事先就告訴你 它會跌 而且政府非常大 哪一檔 待會我們就知道 所以現在新聞又在跟你說 所以我說你做股票 你不要去看電視 你把財經台關起來 你不要去看那個電視 你看陳鋒的節目就好了 說這麼多次了 我相信有人已經聽了一聲 所以你現在怕了 快點快買快買 所以你要怎麼量多少 四千幾億 今天三大法人賣超賣多少 不到六十億 結果我們平行自己 就因為這些 就因為這些 大家自己嚇自己 哇那不行 那不行 但是我告訴你 修正從哪裡開始 從上櫃 上櫃要開始修正囉 那上櫃修正 上市的那些大頭的 是不是就出來撩了 這邏輯你還沒辦法 我已經告訴你 上櫃即將要做修正 上市 鴻海 台積電 我還是這樣告訴你 沒有變 沒有變 王者要回歸了 還是在這裡繼續講 一直講 不然你怎麼知道我的厲害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厲害 我大盤都看不準 我操作這些股票 我敢不敢不厲害 不 所以我不避諱 我直接直球對決 跟你們講大盤 轉折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用法人觀點告訴你 本益比 30倍 這種的東西 是目前的待機點 還算是 走低 側賣壓 第一點 第二點 排積電 請問一下這個缺口有沒有守住 守住 量縮盤整準備突破 第二個重點 這兩個重點 我就跟你說台積電絕對是會來救的 不然今天贏了 結束了 後禮拜不要算了 全部都出青 都不要玩了 都不要買了 沒有什麼股票可以買的 是這樣嗎 我跟你說 大盤的機會多到爆 到現在你還會覺得 我青菜公公的 我沒有 我很認真 我很認真 我相信今天拜五 很多專家都跟你說 留現金都不要高檔 都不要買股票了 陳鋒不是這個台東 台積電要來了 有機會 你怎麼把你把握住了嗎 還是又繼續聽陳鋒在說 結果你都沒有出手 你又手又填在盤上 想要填又不敢填 填了又隨便寫一個名字 不對 你來看我的節目 你花時間來看我的節目 聽我說要二十幾分鐘 你要愛的是什麼 你要愛就是探截 探截 不是來這裡看健康的 不是來這邊看健康的 聯發科不就是一個 扎扎實實的一個波段這樣出去了嗎 你錯過了 你現在還要進來 聯發科可不可以 可以 欸塞 你要不要相信你 相信你自己嘛 已經不是相信我的問題了 我就發現這個績效 920 965塊的聯發科 我就這樣買上去了 我當然相信我自己呀 問題是你沒有相信你自己 你不相信你自己 你不相信這些數據 你不相信這個市場 你都看過去 看過去 1010的一個 1010 的一個聯發科 創下新高 前幾天1030 他不會再過去了啦 市場沒有消失 成長率沒有消失 何來的聯發科 不行了 沒有我們這裡買假的 目前戰略家在破聯發科的 都在破新生的 不是喔 有市場來做我們的一個後盾 你這個股票破了才不會怕 才不會怕嘛 最近聯發科 尾盤壓 壓那一盤 很可怕嗎 完全沒有 完全不礙事 沒有解決我了 所以你說 高價股你要找上做 你只找我 你找我做而已啦 我只做 老闆是正派的 有技術底子的 能夠改變台灣的未來 各位台灣的未來 你說IC設計 你頭一間你的選擇 絕對是聯發科 不是那個奇奇怪怪的 不是 絕對就聯發科 所以這一檔 你要不要擁有 一定要 能不能像外資一樣來到1325塊 不知道 但是趨勢 還在持續 有 這我可以跟你很肯定的講 有 有 所以你不要輕輕猜猜猜把聯發科放棄 不要放棄他 不然你的機會會怎麼樣 一直沒有一直沒有 你看我剛才說的 對一千 又價五塊 最後一半 底差不多六六塊 540元出來 為什麼他也會怕嘛 台股創新高 量又爆大量 最後一半他也抬出來 你台帥抱歉勒 我就不電買盤 我就是繼續讓你下來勒 不然你幫我加 但是我告訴你 這裡 不是 不是 終點 壓回到哪裡 能夠買 你加入你就清楚 你加入我的台股戰略家 壓回到哪裡聯發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所以你恐懼了嗎 你恐懼了嗎 恐懼又來了 才高興沒幾天 恐懼又來了 因為台股真的是 債狀新高了 你是不是這裡就要幫你了 所以太多股票了 忠實話為什麼 我一直不講 我們團隊的股票 忠實話為什麼不講 2月18號 我說過了 叫 基本盤 我在10塊的時候跟你講 過12塊叫基本盤 今天的忠實話呢 12塊有沒有達證 達證 3月9號我們再買一次 今天最完美到哪裡的 12塊 一個半 12.15 再來一個上癮線 各個投資人算 我一直告訴 投資朋友 陳鋒就是站在 與你們同一線 他這就是生什麼 生心態啦 你要去俗 去追的 去玩當衝的 前面套牢的也受不了了 全部都掛 來去一場空 前面一段我們從9塊做到12塊 12塊多 賣了一次之後 過年前 9.57 9.56 再做一次 3月9號再加碼 行進的同學 我們還是叫他 較勁忠實話嘛 忠實話 套一句年輕人的用語 GG了嗎 不行了嗎 12塊叫基本 12塊叫基本 我立場還是沒有變啊 對 我知道一萬啦 這大堂的 這高六百元的 真資對他有什麼影響 真資沒有影響 忠實話真資沒有影響 細節我不談 細節這財務操作我不談 忠實話 就是會再創新高 這簡單 這麼明確了 所以我沒有欺負你們相信 沒有欺負你們不會相信 很多股票 每漲你們都不會相信 我懂 以前我也是這樣 2015年 2014年 我第一次做股票的時候 也是這樣 哪有可憐 這哪有可憐的氣 這什麼股票 共電差不多 等我 要兩年 共同改變我的角度 改變我的角度 2018年之後 整個 獲利還沒當分析師的時候 獲利就拖出來了 就開始賺錢了啦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要來做分析書 我要跟大家說 什麼叫做政客的觀念 觀念如果改 你就辦法 賺錢幾句話說 用敏堂來信 個性 害怕的個性 如果沒有改 真的都騙我肚子 做一個股票很害怕 起起落落很害怕 我告訴你 我的簡訊 都是在 事先告訴投資人 你不要怕 你不好怕 市場在玩什麼 市場在玩什麼 所以我的看股票的角度 是多方面的 不是 上一個 K線 在看 總保安看不是嗎 台積電的供應鏈 台積電的供應鏈 就會強了 不然 台積電不會強嗎 你很簡單的 路線在想就好了 不預設高點 我這裡我要賣 拜託 趨勢來的就是會一直過去嘛 友達不是再壯新高嗎 每天聽新聞講說 外資調節 外資調節 不然我請問大家 外資是都不可以賣股票 你也這樣 比較可愛 外資都不用買股票嗎 都不用賣股票嗎 我也是要獲利了解 但問題是 你要在幾塊買友達 你現在問我20塊的友達還能不能買 我告訴你可以 可是你敢嗎 你不行 因為你的個性 你的心態你沒有調整 你不行 所以你來看節目 你來看陳峰的節目 你來看我的節目 你是在學著什麼 學心態 學什麼操作的 你怎麼要更精準的 盤中有人告訴你 你只能加入我台積戰略家 全市場只有我這個服務 待會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不隨便全數賣出嗎 趨勢有變嗎 沒有變啊 今天的 今天的紅康 收紅 這就是好公司嗎 好公司會繼續漲 不一定會每天都漲停 打打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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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天的時候爆上天亮 就是我們閃的時候 請問一下 4529張的紅康 叫爆天亮嗎 他要繼續再創新高 這就是我們的股票 威盛天下 一直漲 一直漲 今天還怎麼樣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 開高 開了37塊 可是我在早盤的時候 8點33分的時候我已經告訴我的會員朋友 威智的震盪會怎麼樣非常大 早盤還有隔日沖 隔日沖賣壓非常大 震盪會很大 但會員不用擔心會出手互盤 這個服務你要不要 這個服務你要不要 我在開始在告訴我的會員 告訴新同學舊同學 這些股票在玩什麼 還是在玩一個心態 玩大家 你要修嗎 好啊你去修吧 問團隊 團隊成本在哪裡 24 25 26都有 都有 今天拉到37塊會很興奮嗎 我是不會啦 我覺得很正常 他不開盤的時候 模擬開盤試搓漲停 怎麼會有買盤進來店 進來買 想說他還要修漲停啊 對不對 我在說他們在做什麼 累積了買盤之後呢 開始嘛 我就要動作了嘛 動作就來了嘛 開7% 喔沒有 差一支柱的漲停啊 開差不多89% 一直殺 上下政府快要將近14%13%以上 但是我還是告訴會員 爆 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原物料行情要來了嗎 其實已經來了 你怎麼又不覺得來了嗎 還是覺得這個開盤 怕假 又是出火 一直不斷的跟你溝通觀念 一直溝通觀念 洗你們的腦 洗什麼腦 洗一個正確的觀念 不是每天都在看什麼 開高走低 開低走高 你做到股票 你做到有一天 你的腦神經衰弱 趨勢來的就是爆嘛 但重點是 怎麼樣抱得住 布局在相對的低檔 你才抱得住 如果你買在昨天 33塊你抱得住嗎 你抱不住啦 因為主手的鴨子要飛了嘛 獲利要沒了嘛 哇我又沒賺到啊 我一次又 不要說歐印啦 我一次這30幾塊 我又買20元 我沒辦法撞不住啊 賺37塊 賺一個34塊而已 結果又沒有了 又倒了 撞不住 砍 一砍就噴 一砍就噴 就漲 所以會員的股票 會員的持股 陳鋒都怎麼樣 很認真啊 我當作我自己在算啦 我當作我自己的錢在算啦 所以我不隨隨便便 不負責任 我負責任 今天威智要怎麼走 我已經跟你說了 我做負責任的喔 我先跟你們 大家說威智的怕法 所以你不用怕嘛 你對陳鋒做你不用怕嘛 不是這樣嗎 武林盟主 為什麼能夠當盟主 是因為他武功很高強嗎 不是啦 但一部分一部分 最重要是什麼 他能夠 他能夠表現出 他當一個領導人嘛 他有那個氣勢嘛 有這個氣勢嗎 攻擊攻擊 多方強 還跟你講說 還跟你說這個拔的時候叫什麼 叫這個起手勢呢 要起的起手勢呢 你看攻擊 水攻擊 馬上攻擊 盤中大跌告訴你不要怕 隔天呢馬上就攻擊 今天的蒙力呢 收一個小跌 各位小跌 台積電供應鏈是怎麼會這麼強 因為台積電會再撐嘛 台積電都幫他 這些供應鏈不是都包包的款款 什麼啦 不要做啦 台積電就不行了 我們這些供應鏈 有什麼都吃香好辣嗎 有星雲在起什麼 中山在起什麼 樊軒在起什麼 金鼎在起什麼 還有 有連 比較老闆的 雅翔在起什麼 這麼多股票 這麼多供應鏈 都在撐架的年 不是 你沒看到 你沒感受到 陳鋒感受到了 所以台積電會不會拉 想一下 我還是在洗你的觀念 我今天不講什麼 不談績笑 績笑的都出去了 你大家都知道啊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能在這個時候 你轉變一下觀念 我告訴你盟利再創新高 57塊半的盟利是他掛牌以來的新高 我們在 我們在那家 在幾元布局 在幾元布局 在46 布局 今天 51.9 快將近52塊 我告訴你會再創新高 沒關係 不會去沒人會相信嘛 我也是那句老話嘛 所以真正把趨勢當好朋友 探警 輕輕鬆鬆 獲利就是爆出來的 操作我都沒用說的 實實在在的抗訊 實實在在的 就是告訴你 越慢 你就越快 你如果想要快 你就越慢 很有殘疑的一句話 也是我陳鋒操作 收穫最大的一句話 你越要快 你越要一次就要拼好起來 抱歉沒辦法 沒辦法 很難相信 你唯獨只有穩扎穩打 你才能夠累積財富 所以要探警 要找什麼 說到這裡 找陳鋒嘛 找我嘛 加入戰略家嘛 成為我們的會員嘛 加入我的TG 報名連結點下去嘛 就從這一刻開始 對你的投資組合負責 對你的宅善 陳鋒也對你負責 不是敷衍了事 只要探你的會費而已 拜託你的會費我自己來也可以啊 對我今天我沒做這個分析書 我自己來也可以啊 輕輕鬆鬆嘛 我擺一個單就好了嘛 鍵盤起序就行了嘛 可是為什麼我要坐上這個位置 告訴大家 因為我要跟大家說 很多人都要負責 都要負責 有錢人 騙你 送你 我要破除你的迷思 破除你的迷信 看商大法人 在買賣 有這麼簡單嗎 絕對沒有 你還在看外資買賣超嗎 你還在看主力買賣超嗎 你還在看投資買賣超嗎 那個過時了 所以跟著我們一起布局電動車 電動車完全沒有我剛剛說的 我完全不看這三大法人 叫他去旁邊睡覺 叫他去旁邊睡覺 威智你們看到 噴出去 噴出去 有沒有覺得像大士科的影子 所以今天起到三十七塊什麼都沒賣 因為七四個 沒那麼拚啦 起一個三十八而已就要結束了 那阿伯 沒有 繼續破 繼續爆 繼續爆 電動車要來了 我還是在講 沒氣沒人相信 但是就是沒有漲 我才一直在電視節目裡面講 喔啊中焦花 中焦花不是十二塊嗎 不是十二塊嗎 過十二塊叫基本 會到哪裡我知道 喔會到哪裡我知道啦 醬油要噴啦 速加護速化 那不是這個價錢嗎 不可能 喔不可能 所以你如果阿伯成為我會員呢 趕快趕快加入 趕快加入成為我會員 你不要再看了啦 再過兩個月 我叫你進來就不是做多了 再過兩個月 我叫你進來就不是做多了 所以這個你聽得很清楚了吧 再過兩個月 史上最好賺的一段 歡迎你跟著陳鋒 一起來 大賺錢 大賺語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下禮拜一 台股戰隊家 我們再會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這裏下禮拜一